南迴鐵路多樑段28號正式改線 改走新高架的鐵道和隧道 長度有2.7公里 而且避開40年老舊下沉的三處危險隧道 行車更安全 這段改線工程也是台鐵南迴鐵路電氣化 能在年底通車的關鍵 五月份的離程碑是很關鍵的 那我們一定讓後面的架線 能夠比較順利 不會說到時候要吹翻 電氣化吹翻的時候 又有一段有沒有 新舊線還要再切換 多樑鐵道改線高架後 緊鄰南迴公路 最高高度有24公尺 蜿蜒山邊向條大巨龍 另一側就是太平洋 台鐵施工也考慮旅客的視角 把電氣化電感都改在山側 讓旅客看海沒有障礙 像是在海上打火車 火車通過的時候 可以都沒有障礙的 的情況下去 看到整個海岸性的景觀 還蠻貼心的 還蠻平穩的 而且風景都不錯 現在在多樑觀光車站 遊客也有更長時間觀看列車 通過海岸鐵道的風景 台鐵表示目前南迴鐵路 電氣化工程進度已達92% 預計下半年會加速鐵線鋪設 趕在年底讓全台的鐵道 全部電氣化 也更縮短台東到高雄的行車時間 最快只要90分鐘 遠之新聞 綜合報導 進度 現場 市場 進度 調 一下 運動